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看 阴影剔透黑珍珠 哈喽大家好 我是Candice糖果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影片之前 请您帮我的影片按个赞 这些都是给我的鼓励 让我能够继续拍影片 分享更多给大家 谢谢 今天要来分享一个 在炉子上煮珍珠的做法 相信我 你如果有在关注 我应该知道 我超级爱喝珍奶的 我已经煮好几百次了 所以要记得看到最后 这个煮法绝对不会失败 水滚咯 我们来下珍珠吧 水滚下珍珠之后 搅拌一下 然后等到珍珠都 浮上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转中火 煮个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呢 就关火 然后盖上盖子 焖个二十分钟 焖好咯 让它冲水降温 然后也顺便把那个绵液冲掉 这个步骤呢 其实你如果想要马上吃的话呢 加上你喜欢的糖 白砂糖 黄糖 黑糖 或是蜂蜜 那些加进去 然后搅拌一下 糖跟珍珠是一比五 大致上一比五 然后你把糖加下去 搅拌一下 就可以马上吃了 那像我的话呢 在这边分享一个 让珍珠特别香甜的一个秘密 基本上你煮完珍珠 然后过水降温之后呢 你拌上糖 基本上糖就可以吃了嘛 那你如果要让你的珍珠 特别的香甜的话呢 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 在珍珠里面 加上你要的糖 或是蜂蜜 然后加上一些温水 非常小小火 让它热个五分钟 然后其中你要不断的搅拌 或是呢 你让它浸在糖汁里面 然后你的糖 跟你的温水 浸在糖汁里面呢 大概十分钟 这个步骤呢 主要就是让你的珍珠 完整的裹上糖 然后让你在吃 在解决的时候呢 吃得到那个香甜的味道 让珍珠能够入味 让珍珠裹蜜 珍珠就是要甜才好吃啊 不甜的珍珠 一点都不好吃 像我在家做的时候啊 我的茶都是会做无糖的 可是呢 我的珍珠一定要够甜 所以呢 这样子喝起来 你在嘴里咬珍珠的时候 才会有那种很甜甜的幸福感觉 嗯 现在来加蜂蜜 我喜欢加一些黑糖 然后再一些蜂蜜进去 再加上一些蜂蜜 然后在我们这边的亚超买到这个黑糖 加一些蜂蜜 啊 好幸福的感觉 然后再加一些温水 加一些温水 然后搅拌 让它让它让蜂蜜蜜一下 所以你加了你要的糖进去之后呢 然后可以再加一些温水 然后让它蜜一下 浸泡在糖汁里面十分钟 或者是呢 你可以开小小火热个五分钟 这个步骤呢 就是让蜂蜜入味果糖 赶快来吃看看味道怎么样 哦对 跟大家讲 我有时候啊 都会 这样自己煮一碗珍珠 然后也许就没有配奶茶 我就煮这样一碗珍珠 当甜点 就这样把它吃完 超赞 感觉很爽 那来试试看 来尝一下我们刚煮好的 新鲜的黑糖珍珠 咯 天啊 超好吃的 Q糖香甜 你咬一口那种黑糖的味道 就这样子散开来 那你忍不住想要一直 一直嚼它 一直吃它 超好吃的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大家一定要自己煮看看才知道 超赞的 99%不会失败的 Q糖香甜珍珠煮法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 之前有分享过如何用压力锅煮珍珠的煮法 用pressure cooker来煮珍珠 用压力锅煮珍珠的一个好处是 大家不用顾炉火 你就设定好啊 然后按下去 然后就煮好了 很简单 然后也适合煮比较大量的珍珠 上次分享完那一集之后啊 有些朋友就告诉我说 他们家里没有压力锅 然后也没有必要要煮那么大量 如果只是只是家人啊 或自己要要吃的 想要煮一些小分量的 只想要在瓦斯炉上面煮的话 那要怎么煮呢 所以呢终于今天找到这个时间 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炉上煮珍珠的煮法 这是用的珍珠粉圆呢 是medium size的tapioca balls 是中型size的 大家在外面的店买的也可以买那种小包的珍珠粉圆的 那因为我太常喝了 所以我都是一次买这种大包的 然后你的珍珠跟水的比例呢 就是1比8 有的人是用1比10 其实都可以 我是用1比8 嗨 所以呢 刚刚又两杯 量了二分之一杯的珍珠 在这边 我都可以闻到那个黑糖粉圆的香味 二分之一杯的珍珠粉圆 这是比5倍的珍珠粉圆 然后这边8倍的话 1比8 所以这边就是4杯的水 然后把水煮滚 再下珍珠 水滚之后下珍珠 然后让它煮20分钟 然后根据珍珠粉圆的尺寸不同 你可以酌量 你可以斟酌一下它煮的时间 有的大珍珠的话 可能就要煮久一点 像25分钟 那我这个是中的珍珠 所以我煮20分钟差不多 然后还有根据大家炉子的不同 有的是用电磁炉 有的是用瓦斯炉 所以那个火力的大小也会有不一样 大家煮久了就大概就会有个谱了 然后像是说我的中火 跟大家的中火可能不一样 你的小火 跟我的小火大家心目中的小火中火 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那大家做过几次之后 就会比较清楚 根据自己的炉火 还有自己的珍珠的尺寸 来做一些拿捏跟调整 做了几次之后一定没问题 一定可以成功的 所以第一部分总结一下 珍珠跟水一比八 水滚后下珍珠 隔20到25分钟 根据珍珠尺寸不同 珍珠下了之后 每两三分钟要搅动一下 让珍珠平均受热 然后煮个20分钟左右 起火 盖上盖子 焖个15到20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款我超爱的茶 就是这个 这个是天人民茶的古早味红茶 咖啡香红茶 我非常爱这个 我每次回台湾都会去带了好几包回来煮 然后它这个一包里面有六包 然后每一包可以煮2000细细的茶 你在煮的时候家里整个都是那个茶香 非常的棒 我最喜欢这一款 然后加一点牛奶啊或是豆浆 煮奶茶非常的好喝 非常的道地 一喝一秒回台湾 我真心推荐给有待观看我频道的朋友们 让你在家里 在国外也可以煮出有台湾风味的古早味 红茶古早味奶茶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把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爱喝珍奶的家人朋友们 然后请记得帮我的影片按个赞 然后还没订阅的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们这些都是鼓励我继续做影片的动力 现在来做奶茶 珍珠放进去 加好加满 记得你如果要老虎斑 就是这样子搅动你的杯子 然后让那个糖果在杯壁上面 或是你可以夹那个钢黑糖浆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煮的茶 没有加冰块 因为刚刚吃冰鸡不配合 然后再加牛奶 这样就是一杯好吃的黑糖 珍珠鲜奶茶啦 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哟 超幸福的 希望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有机会试看看 然后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有没有做成功呢 或是你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也都欢迎留言问我 我每个留言都会看 然后也会回答的 谢谢大家的按赞还有鼓励 我会继续加油的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祝大家有个很棒的一天 祝大家有个很棒的一天